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同志一番人》 我是大黄 今天是2012年5月20号 现在我们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有一个关于世界艾滋病烛光纪念日的活动 稍后还有一场我们关于艾滋徒步的其他迷事 2012年5月20日 是第29个国际艾滋病烛光纪念日 今年的主题是 健康与尊严同在 本次纪念活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行 由中国彩虹健康中心 北京健安德咨询中心共同发起 200多名来自艾滋病防治领域的 社区工作者和感染者 社会组织 高校社团 政府机构 国际组织 媒体代表们 以及演艺明星参加了本次活动 内地实力女歌手丁爽 以及著名音乐人潘晓峰 出席了活动 助力艾滋徒步 以表达对因艾滋病失去生命的朋友的哀思和纪念 随着那勉强倒下 以前的一点一滴 我还记得 懵懂又美好的过去 如果可以保留到 长大以后该有多好啊 我想知道这世界 往前走多远 走多久 才能够勇敢表达 勇敢说我的想法 有时候想不认识自己 每个月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叫做《国际灵灵灵灵》 集团 社会组织 在很多国家 集团 在记得 他们和家人 失去养 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这样的话 才能够让他们觉得 这个世界对他们没有歧视 这个世界对他们 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每一个人 对感染者 能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怀 防止歧视 这也是 艾滋病 一防控制活动中 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和主题 大家也可以 从我们的目标 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是通过 公众 提高公众 对艾滋病的认识 从而减少艾滋病人 及病毒携带者的歧视 为艾滋病 物业活动 及募款 提高公民 对社会公益责任感 和参与度 非常荣幸 能够参加这样的 独特的纪念日 一起爱之徒步 为爱走长城 AIDS Walk 帮助承受 抗执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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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执行业 好幸福 让我们一起 爱之徒步 为爱走长城 感受我的想法 有些人离我很远很远 没有机会再见 但我可以默默的想念 Like i see you 感谢观看